請接著我們要告訴觀眾朋友 餐廳你把握哪幾個 重要的元素一定要做到 那麼你家的辛苦點 味道就會出來 其實其他的部分的預算 可以稍微精簡一點 去做別的事情 對啊 像我們在天花板來講的話 在整個設計上面 如果說我們希望天花板挑高一點 那我們一定會用 所謂的窮頂燈罩 窮頂燈罩來講 它周圍在繞一些 這個圖騰的一些線板 來塑造它整個的空間 的一個氛圍大小 再過來的話 再搭配我們這個水晶燈 那水晶燈是不可或缺的 可是它造價比較高 對 它造價比較高 因為一般來講的話 像我們通常也會在 那個客廳的部分加這個水晶燈 但是我們現在不需要這樣做 辛苦點的做法是 客廳幾乎都不再掉水晶燈了 所以預算上 只要可能一盞放在重點 對 我們放在重點 然後它主題性就出來了 那麼至於在這個餐廳的牆面 要怎麼呈現 就是辛苦點重要的精神跟元素 是啊 像我們在牆面的規劃設計來講 就是以臨近 用這個切割面 讓我們在臨近的部分來講 做一些壁面造型 它唯一的好處就是說 它可以把空間再釋放 板色釋放 讓它感覺上 更放大 對 讓它更放大 再加上我們的一些 線板的腰板 來做它的底部 再滾上我們的這個線板來講 呈現它整個新古典的氛圍出來 那這個腰板的高度 好像一路就順道 對 一路就順道 我們這個到隱秘空間去了 對 那這樣看起來 我們整個比較會整體性 高貴典雅的新古典風格 在宮領域滿足了經典元素 在臥房空間 除了氛圍的營罩之外 收納機能也相當齊全 除了保留原有的衛浴沒有跟動之外 整個家都煥然一新囉 今天的空間呢 讓我再回顧一次 它是一個45坪 3加1房的一個大空間 那呈現是非常完美的新古典風格 一般這樣的空間 可能我的才五六百萬的 預算跑不掉 不過今天我們看這個房子 這麼完美 可是預算一半 其實只要屋主他能夠去配合到設計師 他整體的 對於這個新古典的風格的設計 我們有共識 只要這個共識能夠達成 我想基本上這個設計師 他會將這個新古典很 就是精髓 他的一些精髓 他的重點 他的元素 包括他使用的材質 其實這些都可以去做一些微調跟變化 來達到我們剛剛所提到的 他的一個成本金額 OK 新古典風格其實蠻不賴的 不要再覺得他很遙遠 是 沒有錯 距離可以拉近 可以拉近 OK 根據以往跟屋主聊天的經驗 幾乎大部分的人都認為 新古典風格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是接下來總會補上一句 可是新古典風格好貴喔 不過我相信看過今天的節目 只要懂得把握新古典的精髓還有元素 那麼我絕對相信新古典跟大家的裝潢預算距離 一定會越拉越近喔